Hello大家欢迎回来牛小咖 这一期是我们的牛小咖频道 迄今为止做的最多最大的一次抽奖视频 大家可以看目前在我桌子上边 这些都是我今天要送出去的 现在后边地道已经在做咖啡了 因为今天还没有喝咖啡 我们一直是在不同的平台在做内容 所以说我主要会在国内的这几个平台 B站头条微博抽出来15个人 把这些产品咖啡的挂耳包 还有一些像比如这些是巧克力 然后送出去 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抽奖规则的 抽奖规则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说明 我先介绍一下这些东西 从这边开始 PowerBrew的黑色的袋子 很漂亮 这是PowerBrew我们上一次在澳洲 办的一个咖啡比赛的纪念款的袋子 就当也是4万粉丝的一个抽奖了 非常漂亮 YES 这个袋子我非常喜欢 所以说我一直不舍得用 就送给你们了 好不好 好的 然后这是袋子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T恤 PowerBrew的T恤 非常好看 我不舍得穿 所以说也送给你们了 这边这三个豆子 就是在韩国非常火的一个咖啡品牌 它叫1L 我是在咖啡展会买的 刚好说一下 我这次是去咖啡展会 然后去那边工作出差 然后在那边待了一周 所以说在展会上也结交了很好的朋友 买了一些豆子 这个我看他们展台真的就是排了好长的队伍 所以说我就去喝了喝他们的咖啡 买了一些他们的咖啡豆 它这个咖啡豆是这种小包装的这样的 这种小的包装 很精致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这三包是哥伦比亚 而且他们标注了是Direct Treat 它是没有中间商的 直接是咖啡农户 对接到它的咖啡的店的品牌 这边这三包这个黑色的是 我逛到其中一个展会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国内的一个朋友 他是云南的 他叫小鱼 他在那边也是有就是站台的 他就非常热情的送了我几包他们的咖啡豆 包括他们的小包装的这种咖啡豆 这个是云南的 有卡蒂姆 有SL28 而且它都是这种相当于是 VP4的处理的方式 所以说它和大批量处理的 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云南也是非常好喝的 它非常非常的热情 带我逛了逛他们的展位 而且还悲策了很多咖啡豆 我非常感谢 我觉得就是云南人真的他们推广他们的咖啡真的非常的就是努力 希望我们以后中国的云南咖啡也会越来越好 包括这边啊 这个是我去到一个展位呢 我看到他上面挂了一个中国国旗 然后我就直接被吸引过去了 过去之后我和他们的摊位的摊主聊了一下 是才知道他们是云南的一个村子 他们整个村子呢都是做这个全都是种咖啡的 嗯 它呢是一个带头人一起来推广他们整个村的这个咖啡 所以说我当时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我说哇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才能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云南咖啡推广出来 这个为什么我要贴这个我小的sticker 是因为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 嗯为了避免这个咖啡豆氧化 它因为它这是一个排气法嘛 所以说呢 呃飞机你在飞的时候 它的空气啊压力啊可能都会高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坐飞机的时候耳朵不舒服 所以说我就把它贴着 能够保持这个新鲜啊 另外像这些罐啊 这些罐的话我都会以三包一个单位送给就是中奖的朋友 还有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咖啡豆呢 它是一个全部以女性就是女生做处理的一个咖啡豆 我当时我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 我也是很感动 所以说我就买了他们的这个咖啡豆 而且在当场也试喝了 他们对待客人真的非常的热情 让我感到就是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咖啡这样的文化 想把自己呃 想把自己呃家乡的咖啡推广出来 然后另外又送了一个巧克力 这个也会送出来 还有这个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去逛店逛到的一个咖啡品牌 呃而且还试喝了一下他们的咖啡感觉非常好 就买了一些这个叫科比哈尼也是阿塞俄比亚的 会送出去 这些豆子都非常新鲜啊 所以说我就想尽快的做这期抽奖视频把它送出去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品牌呢也是蛮出名的 然后呃当场适合 感觉非常赞 风味很突出 所以说就直接就买下 还有这边这两个小袋子呢 这两个小袋子其实还蛮贵的 它是韩国的一个手冲咖啡的冠军 他当场有烘焙的咖啡豆 所以说也会送出 另外这个这个是我看到他的这个印出来的包装非常好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这个抽奖的这个规则 B档咖啡好了哈 来一点吗 过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抽奖规则好不好 什么规则 这个风味太突出了 很均匀 在后面看着你在那里讲我在那里用心的冲啊 你在用心的冲啊 对啊 这次我想玩一个好玩的 什么好玩的呢 就是呃我们设定了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呢叫我杠咖啡 我喜欢牛小卡做的咖啡 或者是我爱咖啡 这是最简单的嘛 但是一定要有创意 我会让B档挑一些他认为不错的弹幕 或者是留言也OK 但是呢我们会优先选弹幕 送出来这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好不好 OK弹幕走起来 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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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飘飘起来飘起来飘起来 OK那这期节目继续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啊 咖啡干嘛 干嘛 干嘛好不好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啊 OK弹幕刷起来啊 我什么咖啡 我喜欢B档做的咖啡 我喜欢牛小卡做的咖啡 我爱咖啡 有没有什么有创意 我觉得这贡献的咖啡 贡献的咖啡 贡献的咖啡 我二三三三三三三咖啡 我觉得他想五万粉丝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自己做一个这个牛小卡 自己的品牌的送给粉丝 牛小卡二三三三咖啡 对了我刚才忘记说了 每个平台 因为我们中奖的人 一共是15个人 所以说呢 我基本上国内的这三个平台 我会分到啊 每个平台我抽五个人 然后YouTube我也会抽 但是我要看他是不是在国内 是在国内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出去 如果要他是在国外的话 可能快递就是运不过去呀 或者是不方便呀 那我就没有办法 把这些奖品送给粉丝们 对不对 所以说我会最终以15个中奖的 总的个数在所有的这些平台上面来 当然B站肯定是最多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一期主要是以弹幕抽奖为主 OK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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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转发 转发 我没了已经 你看 B导啊 他其实他一点都 B导其实一点都不自觉 我都已经喝完了 都干掉了 他还扭扭捏捏的 对不对 对 OK 好 下期见 好 下期见 有没有路长 哇 没有路长 路长 哈哈哈哈 下 下次B导了 把B导吓晓晕了都快 哈哈哈哈 我表现还不够好 我的上帝我还是不知道多 哈哈哈 以后我要给大家做个赞金票 赞金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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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